你自己本身要把這個專注力要找回來 得分都很困難 難得沒有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的局面 四五兩棒軟趴趴的話 這個球隊要贏球就比較困難 現在輪到郭英文 前輪打了一個右半邊的反彈球 這個球拉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右外野往後推再推 再推再推再推 上去了 球內打 被郭英文轟出了一支 這是對Lamingo非常重要的三分炮 這是郭英文在本季的第二支的 全力打的出現 上一回也是從林錫瑋的手中 在今年球季 這個Lamingo的第一場比賽 Lamingo的開幕戰當中也是三分炮 這時候輸也搶了 前面的周教人也才提到林錫瑋 被打的全力打比例也比較高 結果這時候呢 忍不防備郭英文呢 哇 隔了好幾個月了 出現了第二支全力打 又打在同一位投手的身上 也使得現在比數變成了4比1 這支全力打對郭英文也好 對Lamingo這場比賽來講 其實都真的很重要 這局如果只追回1分的話 確實是很傷的一個狀況 沒錯 眼看是這局要度過 沒有忍不防郭英文來自全力打 一下子又形成了一個大局 現在變成了4比1 從昨天到今天呢 整個中級球場的風向 最能夠出現全力打的 就是郭英文打的這個 右外野這一個方向 沒錯 左打著很有力 看起來是打出去非常的輕鬆 另外一手推到低